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是麦包的 我是麦包的小珍珠 娃娃姑娘是 离婚了的 带宝宝的 单身妈妈 是单身妈妈说的 但是你说娃娃姑娘是一个被男朋友抛弃的 啊 什么喊罢 都是打用的 妮姐万岁罢 妮姐万岁罢 人家是万岁罢 还是万岁罢 终于破败了 你说什么 大兵哥的店终于破败了 破败了 给我看一下 终于101单了 101单 今天晚上 看来看 紧张 他总是破败了 1分钟 然后分下 手指少了 3分钟 手指多了 我们说什么 低调 似乎 减资 5分钟 5分钟 3分钟 5分钟 100分钟 你看看手机优不优良 手机结构有点 再继续吧 还有几天时间 再给 再给五天时间 五天时间 做到星期二 下星期二 反正都会经历两个周六日 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 三天的数据做好 差评减少控制 就差不多了 留在盘最后两天的效果是相对差一点 真难道 我们反正期待许总 不论是小伙伴 我们团队的 对吧 不是 期待你请客 我期待你 我期待你 大家好 我是欢姐 大兵哥今天的店终于破百了 然后看到后台的数据 就各方面数据还算优良 那么未来可期 不能说很好 肯定是未来可期的 这两天都是很焦虑 肯定就是因为 疫情期间你去做单单的时候 不能按照平常的思维 跟水平去想的 会遇到很多的一些困难 疫情期间会去这样 就是一场订单偏多 因为他第一天第二天就很多一场订单 其实不是自己店里本身的问题 是需要每个餐都要拿到村口去 拿到村口去 然后只有大兵哥一个人在村口来回送餐送个起手 所以这是一场订单的问题 还有就是第二天 那边商圈太厉害了 你如果不拉曝光 就完全消费者是看到你 今天是第三天 然后明天是周六日 明天周六日 数据肯定会直升下滑 因为周六日白领区的商圈单量 都是会比普通的工作肉会低很多的 所以我们期待下周一再来一个突破 我们准备开始做流量卡开通 就是做7天的流量期 看下流量期应该是现在单链的一个 两倍到三倍左右 所以我们要再继续加油 持续关注我 然后再了解更多就是新店 运营到一个报单的一个过程 让大家了解多一点 好了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下次见拜拜